据说数百年前的三川花祭曾有人类武士误入其中 人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哎呀,宁宁已经布置了结界,真头疼啊 参加祭典的妖怪们商议想要把它驱赶出去 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哎,既然是我等的祭典,当然是以尽兴为主 何必分什么妖怪人类 那位大人似乎在妖怪中很有名望 他一发话,周围的妖怪们便沉默下来 喂,小子,能喝酒吗? 呃,酒量尚可 哦,那就随我等一起享受今夜的狂欢吧 哈哈哈,就这样,妖怪大人与武士大人同游一程 两人在祭典压轴的秋金雨系中酣战一场 最终以平局收尾,结下身后友谊 哇,真是出我所料,人类竟能跟上我的速度 能见到千变万化的妖怪之力,对我的见到亦有必疑 你很擅长用剑 在夏尔正游历四方,寻找更强的对手 那我们就在此立约,此后每十年比试一场,如何? 嗯,令人期待 祭典相遇之时,人类武士大约二十五岁 十年后,双方再次碰面,依旧一见如故 饮酒,同游,切磋笔试 初见时或许只是惺惺相惜 现在,却真心将彼此视作挚友 又十年,人类武士剑道达到巅峰 竟在比试中略胜一筹 连锦先生大为惊奇 从此戒酒,修行,卯足竟然要再战一场 然而下一个十年,却没有等到武士赴约 原来南方爆发战乱,武士前往戍边 对妖怪来说,十年弹指一挥剑 连锦先生未曾在意 可再次见面时,连锦先生却不敢相认 人类五十六十五岁,一身伤疤,满头白发 喂,小子,还握得弄剑吗 年事已高,南腹所脱了 我这次,其实是为告别而来 这样啊,那陪我再来一场囚经羽戏,如何? 也好 那一场囚经羽戏,人类武士依旧拼尽全力 却因体力不支,早早出局 放下鱼子板后,连锦先生沉默许久 留下一声长叹 唉,令人遗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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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